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中医Amy 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谈论的话题是夏天 我们女人到底应不应该喝冰水 喝冰凉的东西和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东西 对我们女人的身体到底有什么伤害 因为最近有朋友问我 家里面的孩子特别爱喝这些冰镇的奶茶 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喜欢喝冰牛奶 而且现在在市面上也非常流行的 各种各样的冰茶,冰激凌,或者是这些yogurt等等 那么都是什么来着 都是因为在夏天天气太热了 所以我们要喝一些冰凉的东西 那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 所以我们应该喝冰凉的东西呢 我们说夏天太热呀 我们要解暑 解暑呢两个方面 第一个 我们不要再摄入特别燥热的东西 比如说 你像鸡 牛 这种肉类的东西呢 而且再加上油炸的话呀 它本身的那个鸡肉还有牛肉 就属于热性的这种食物了 所以我们在夏天非常热的情况下 如果多吃这种肉类的话呢 身体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什么热 我们说的是燥热 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还有的话呢 有的人就太吃些油炸呀 肥干厚腻的呀 特别油腻的东西呢 也觉得不舒服 也容易产生了弹湿 更增加我们这种湿热的一个程度 第二个 我们说啊 因为天热 所以我们要解暑 解暑我们喝哪些东西 我们要解暑是什么来着 滋、阴、清、暑 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中药或者是食材 比如说 晚上有睡不着觉的呀 不舒服的话 我们可以喝一点百合、莲子 如果说我们湿热呀 比较严重的 我们可以加一些菊花 来喝一下 还有的人我们谈食比较多的话呢 我们可以点呢 琵琶叶呀 我们可以喝一点荷叶呀 这些都可以 因为这些东西呢 本身又是食材 我们又所谓的药材 但是呢 它都比较平和 对我们的身体呢 没有什么大的伤害 但是作为女人来讲 如果我们说大量的喝冰水呀 最主要最主要的问题呢 是会造成 小孩子很小一点呢 就是说在很小的时候 开始喝这些冰凉的东西 那么到青春期来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怎么样啊 痛经 来月经的时候呢 这个小佛疼痛非常厉害 有的甚至到了不能上学的一个程度 然后呢 找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吃了各种药啊 等等啊 这边呢 还有这个西医 最后痛经痛到不行的程度的话 需要动手术 还有的呢 女人会有子宫内膜移位症啊 或者子宫肌瘤呀 还有我们说卵巢囊肿啊 还有的人会出现肾囊肿啊 这都是在临床上啊 我们见到的例子 在女人当中呢 也比较常见 还有的人有出现会什么呢 这个是这个乳腺增生啊 或者是乳腺这个肿啊 肿脏啊等等啊 都和我们身体的 都和我们身体的含量啊 还有这个淤质呢 非常非常有关系啊 所以女人呢 天生和男人比起来呀 我们就说女人是水做的 女人呢天生属阴 男人呢天生属阳 所以说男人的这个阳气 天生的总体上来说 就比咱们女人要什么 多一些 然后女人的话呢 大家看一看啊 到了过着40岁以后 大家就会发现 特别怕凉了 容易什么来着 就是风吹感冒呢 容易就招上 还有的人会出现什么 这个怕冷哈 很容易感冒这种程度之后呢 会发现你愿意穿这个马甲 护着前后心 为什么 因为身体的阳气不是很足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果大量的摄入啊 这些所有冰凉的这些东西的话 对我们呢 一个是怀孕呢 容易造成这个流产 因为呢 子宫太凉 孩子呢 他待不住 还有的话呢 出现痛经 还有出现这些肿瘤的机会呢 就比我们喝温开水的几率要高得多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啊 要预防各种肿瘤 大家请同喝温开水开始 好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